一直捍卫中国武术的少林护法 誓言诀早已走红网络 网友对他的评论也是各有不同 他直言中国武术假大石当道 能会有能表演的人吃枪 而真正能打的三大选手 影响力并不大 说到练武的人 大部分人的梦想是如何把全练得更好看 如何能拿武术冠军 如何成为李连杰这样的武打明星 一个动作怎么更好看 身法怎么更有韵味 难度怎么更高 成为武术发展的新早向 越来越有艺术体操的味道 一个动作是否具有合理的积极性 如何具有更强的功法 是否具有客观的实用价值 这些问题则无人关注 当你在这个体系中强调武术的积极性 反而会遭到排挤 武术竞技套路也逐渐成了武术界的权威正统 传统武术的角色顿时变得极为尴尬 誓言诀直言 中国武术全靠散打撑没面 其他所谓大师都是白给 如果纯粹按照积极水平来衡量 毫不夸张地说 一个七十公斤国家级的三大拳手 对战中国一到九段的任何武术家运动员 教练全师等都无法与之对抗 少林复发认为 电影小说的影响力是极坏的 影视电影小说在宣传上毫无底线 虽然对武术普及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让大众对武术本质的认识 却偏离得越来越远 大家在看《非烟斗闭》 以一敌时单手轻敌 大呼过瘾的时候 早已把科学合理的积极形式抛到了脑后 武术动作明星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选择迎合已经形成的普遍观众的喜好 飞得更高 打得更潇洒 成为了主流 在里连接真子丹赵文卓 无精的影视作品 永远都是以一敌时行云流水 永远不会被击败的形象 也给大家打到了一个中国武术天下无敌的武侠梦 但作为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员出身的他们 能有几个经历起真实战考验的 也许大家需要的只是一个中国武术天下无敌的武侠梦 一些医生都在练武术花架子的全师 最后却成了所谓的武术大师 真正具有真功夫的武术大师 三大 国际高手 最后沦为了配角和路人 能说能会有能表演的人 最终却成了主流 听到这些 你有什么看法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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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